我在马路边发现了一个山泉水 出发去北方之前要把房车的水加满 免得路上没地方加 一边加水一边洗衣服 这样沉水量更多 加完水发现雨越下越大了 看样子今天不适合赶路吧 算了还是先不走了 把房车停好拉好隐私人 我觉得还是应该在房车里看会儿电视 等一会儿雨停了再走 我想问问北方的朋友 现在去北方会被关进小黑屋吗